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成为许多游客的新选择 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 在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商圈之一法租界 这里矗立着许多新颖的建筑和办公大楼 而这个隐藏在巷弄之间的四层楼老洋房 是上海近年来窜红的民宿 这里洋溢着浓浓的老上海风情 创建于上个世纪三零年代 采用的是传统砖木混合的结构 那么地道的上海味立刻吸引了设计师沈红 他把老屋拉皮整修赋予了新生命 现在一晚要价2000人民币 但是民众趋之若鹜 沈红很年轻 今年才27岁 他的手上握有15栋像这样的老房子 短短一年营收破千万 旗下12名员工全部都是90后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首先来看这位上海的民宿女王 坐落于上海法租界的树德芳 近于上个世纪三零年代 眼前这栋小洋房 过去是导演费木创作小城之春的灵感地 现在成了旅人在上海的一个家 就是我们在这套房子里种下了一颗这样的树 然后这个树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艺术的装置 然后这个树的话是用很多老蕾丝拼接的 它是真正的老上海那种手工的蕾丝 圆滚滚双眸 纤细身材 27岁的沈红过去曾在米兰学设计 他是民宿的设计师 同时也是创办者 这一棵治愈的树就是实际上它是 它的枝压已经蔓延到了枕栋房子的每一个房间 然后这样的一棵树就像你睡觉的时候 你望着它的话就会有一种得到安慰 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一开始沈红做服装设计 但理想难抵现实压力 工作是空着没用 2015年Airbnb刚好进入大陆市场 曾在国外念书的沈红脑筋移动 没想到无心插柳却大受欢迎 这个老房子就像一座山 就像一个老者 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背后 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撑着你 就这种感受 就让都市人心静下来 百年洋房经过七个月的拉皮整修 被赋予新生命 原来在上海人都不要住 然后游客就特别喜欢 就我们就要感受这种东西 就让我们要爬这种小巷子小楼梯就很有意思 短短一年从无到有 如今沈红手握15栋房子 全都位在上海市中心法租界 他一手设计规划 年营业额突破千万台币 不过创业之初 却从因为邻里对民宿不了解 一度惹来怨言 最早我们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老上海的邻居 他是不太能够接受 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他会觉得天哪 我的邻居天天换人 好危险 我不知道是干嘛的 随着沈红名气越来越大 经常受邀采访 危机自然解除 逐渐上了轨道 12名员工全都是90后 他的经营管理用的是主人制 然后从主人自己的角度来说 他就感觉是在做 属于自己的一个行业 一份职业 就像自己看一家店一样 他只要服务好客人 把房子照顾好 他就会得到很高的收益 沈红将所有民宿的决定权 下放给旗下的主人 而每一位主人的手上握有 三栋的房子 现在我们就穿过上海的小弄堂 来到其中一位主人的家 哈喽 欢迎 这里是剧院 Lolo 23岁 刚从大学毕业 担任民宿主人 资历不过两个月 月里超过万元人民币 比一般上海白领多了一成 平时的一些工作呢 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设备 其不齐全 比如说一些电路 一些电灯有没有坏 因为这些比较不耐用 还有客人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随时找我们 从微信 然后从电话都是OK的 就不会像说去酒店 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我就我回家 不是说我回酒店了 就比较像这样 然后你自己就比较安心吧 住在这个地方 比较舒服一些我觉得 上海滩的历史记忆成了民宿优势 27岁的女孩用自己独到的眼光 跃身成弄堂间 首屈一指的民宿女王 民宿女王之后 再来看一位市籍女王 她是一位小农市籍的创办人 同样是一位年轻的女孩 她叫黄丽丽 今年才28岁 黄丽丽是台湾人 她在美国学艺术管理 毕业之后到北京担任了编辑 两年前健康亮起红灯 她就开始体会到食材的重要性 于是她独立发起了这个从农场到邻居市籍的运动 从五六个摊位开始做起 现在她进驻了北京使馆区的商场 也成为北京首屈一指的小农市籍 几张桌子满是新鲜 一场在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聚会 简单开始 全都是化学的那复合的味道 不愿意吃 文定格是说稍微贵一点 买纯天然的吃的还是对身体好吗 面包这个孔越粗越好 就代表是自然发酵的 你吃好的 你不会不生病不去花钱 不如买好的东西来吃 在这摆摊的不分国籍 只想告诉你 他们的用心 这些人他来买东西 不只是支持了他们自己的健康 他们最重要的是支持了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人 每逢周末 北京使馆区的这家商场 地下一楼总是这般热闹 从农场到邻居 F2N市籍 风雨无阻 正式开张 发起人是个只有28岁的台湾女孩 这些农场 它就像我的邻居一样 我可以很方便的跟她买东西 然后也跟她很熟 也很了解他们 然后也很信任他们 这个以后会换掉 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改进 好 对 因为这塑料袋就看得就是很不环保 不停在摊位间走动 紧盯每个细节 黄莉莉在美国学的是艺术馆里 毕业后到北京担任网站编辑 2014年因为餐餐外食健康亮红灯 这才起心动念借朋友的酒吧办市集 我的皮肤就是 基本上我都不敢去外面见人的 我没有这个市集 其实我的生活会很困难 因为我现在是 我就是不太敢吃外面的那些东西 于是她走访生态农场 手作工坊 认识食材食品的生产过程 力邀志同道合的粮食守护者加入 跟消费者做朋友 让他们有得以自我介绍的机会 天色微亮 隐身大石辣胡同里的工作室 早已客户朝天 其实像这些面团都是 就是总共的发酵时间 可能都三十多个小时 就是 就是它其实有足够的时间 让面粉和水充分地融合 然后对味道的发展会比较好 坚持法国传统烘焙作法 引用在地天然绿色食材 凸显欧式面包的简朴硬朗 扎实内敛 就是把更好的东西 传给更多的人 我们现在当然蛮小的 但是从小开始 希望能带一点点改变 坚持同样来自台湾 在法国蓝带厨艺学院 自习的一手好功夫 一年前创业卖面包 没钱只能和咖啡店分租厨房 三个人慢慢做起 现在成本很高 就是要做实体的店面 各方面压力会比较大 以房租在一个面包房的占比 台北可能可以控制在10 15 最多20 但这边很容易 我知道很多都到 就很容易就到30 10来平大的空间是梦想的起点 好东西要怎么让人知道 成了最大难题 好在有F2N市集 它会租金一天200元人民币 负担不大 却动辄有两三千的收入 像蛮多就是独立小的做法 无论是做面包 或是做其他的手工产品的 其实蛮大精神就放在生产制作上面 所以在营销推广上就会比较弱 但是他们刚好就补足这一块 对环境更友善 让饮食更健康的消费模式正在萌芽 从最初的五六摊到现在 市集规模多达四五十家 吸引千人榴莲驻足 和真实物来场约会吧 不见不散 除了填饱肚子的食材粮食之外 我们再来看精神粮食 书店的发展这几年出现很大的变化 像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的指标 建宏书局最近传出即将歇业 在大陆同样受到电子书跟网路冲击 2011年开始也出现了实体书店的倒闭潮 截至2015年为止 已经有上万家的书店关门大吉 为了提振文化产业 大陆官方也同时寄出了多项扶植政策 那么现在确实出现了很多特色书店 像是上海最近被广泛讨论的中书阁 还有位在黄浦江边的箭头书局 都被誉为是最美书店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边看书 边欣赏黄浦江 特别是走进这个挑高12名的阅览室 宛如来到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电影《哈利波特》中神秘的霍格华兹魔法学院 现在有了现实版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网红书店嘛 就是听说他们装修很漂亮 我有在网上看到过他的宣传 说他是那个霍格华兹的魔法学院是把那个设计 民众口中的网红书店位在上海外滩 内行人才找得到 这个看起来像是普通墙壁的墙 其实是一个机关门 只要推开它 现实版的霍格华兹魔法学院 就藏在门后面 放眼望去一整面满满的书墙 这是书局特赦的VIP阅览室 挑高12米设计 再加上大片落地窗 东方明珠塔 陆家嘴建筑风光 堪称上海黄浦无敌江景 就在眼前 江景也很不错 对 即便你看完书 下去走走 然后再回来坐在这里 也是很好的享受 你看书 你在这种环境下 你会真的就是很想 尽心地去看这本书 去享受这里面的那种感觉 这个人气超行的阅览室 采用会员预约制度 借此控管品质 保障VIP权利 阅览室的话 13000 就可以你可以有预约 这个进来阅览室 阅读的机会 所以其实门槛也不算高 店内则播放轻音乐 田径雅致 一杯茶 一本书 让前来消费的顾客 体验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还是 slogan是不止于书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 不光是在我们这儿 能买书 能看书 更多的是来体验我们 希望带给大家的 一个生活方式的引领 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的 不局限在卖书单一领域 主打生活体验 各种文创产品 瓷器 茶具 包包 在书店里都找得到 我们主要的目标的族群 是这个高净值的 商务人士和白领 因为其实他们是 一般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着好的修养 然后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是更深一步的 那我们就希望能从这一个方面 去满足他们 店内还设有咖啡厅 让读者边享用边看书 最大的功能就是个交仪厅 看完书之后 能及时跟朋友分享 打破过去书局给人的刻板印象 开业短短五个月 这家店俨然成了网红 每天信大批民众造访 看书 交友 眺望美景 三个愿望 一次满足 而位在上海市中心的这家书店 走的是现代都市风 采用大量镜面设计 一万三千根不锈钢管 变身书架 除了能够任意伸缩 调整空间之外 最重要的是 让每一本书 秀出封面 吸引消费者目光 我们用这种抽拉的伸缩管 摆出各种造型 来提升我们图书的一个 就是什么 着重力 因为它这个伸缩管 有一个抓力 它可以让我们的读者 一进到我们这个卖场里面 就感觉每一本书的话 都非常有张力 愿意去翻圆 在这家书店里 最特别的是地面上 还画有大量的斑马线 而它象征的就是上海人 能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在这里铸竹停留 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田地 我们还是比较传统型的书店 就是我们的重点 还是以书为主体 回归书店初中 只卖书 卖哪种书 也很有讲究 我们定位是穿越的 玄幻的 青春的 我们是不做的 找到终于做哪一类图书 是文学类是严肃阅读 和深度阅读为主体 故事性的 一定要是逻辑性 思维性要强的 如果是比较小说类 它需要营造一个心理的氛围 那我觉得这实体的书店 会有加分的效果 主打砖特经的形式 各种特色书店 找出独特定位 贩卖的不再只是书而已 透过环境氛围 营造出一种品味生活 实体书店成功吸引顾客回流 品尝书香 说到环境跟气氛 虚拟世界现在无所不能 宝可梦利用AR 就是扩增实境 让大家从现实世界里 捕捉虚拟精灵 现在除了AR之外 还有一种MR 是Mixed Reality 它是一种混合实境 将虚拟的场景 跟现实世界 做更多的结合跟互动 现在可以大量应用 在建筑教育跟设计 等等领域 大鲨鱼凭空从球场中跳出来 逼真场景仿佛在眼前发生 结合真实场景 跟虚拟实践的趋势 已经势不可当 两个人戴头盔 手指在空中四处挥动 他们不是胡闹 而是在做超酷实验 桌上出现的虚拟建筑 就是戴上眼镜后 所看到的画面 能够放大缩小 随意移动 广和实境 就是把虚拟东西融入现实中 英文叫Mixed Reality 简称MR 有点类似现在当红的宝可梦 所使用的AR扩增实境 而VR则让人完全沉浸在 虚拟世界中 你给我很多的技术 和芯片 和这个传感器 来帮助我的眼镜 告诉我 我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我在看哪 我的头的位置是什么 MR技术 究竟如何应用呢 两栋雄伟建筑拔地而起 远看像削了尖顶的金字塔 这是内蒙呼和浩特 正兴建的昭君博物馆 必须一年完工 艰难工程 得靠MR技术帮忙 我们就是竹缸之间的连接 可能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 双方戴上MR眼镜后 所有系统资讯都在里面 可以直接沟通 想象中的设计 及完工后的模拟效果 便利各部门沟通 节省时间 更妙的是宛如身临其境 时尚地址整洁未聚 设计好的装潢 在毛胚房一览无遗 房间床铺的颜色 谈指尖就能改变 这种体验感受 让设计师跟房客 共通无障碍 虚拟跟现实世界 准确融合的关键 在于事先的3D全景扫描 我身后的正台3D扫描仪 对我周围的空间进行 前后180度上下330度左右的 非常小忙去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接近实际的一个模型 房子交屋后如果出现问题 MR技术也能大显身受 MR眼镜让屋主大呼神奇 因为放线机器人 早就定位出墙壁下管线的位置 所以戴上眼镜就能看到隐藏讯息 MR应用在教育 设计医学跟天文开发能领域 人在现实中跟虚拟世界互动 让世界无限延伸 互联网世界的无限延伸 成为许多大陆年轻人 创业的首选 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 创业的选项也有了变化 2016年大陆经济产业报告指出 2025年大陆无人机市场 总规模预计将达到 750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只合台币约是3600亿 那么在四川成都 就有两名年轻人专门开发 能够解决危急的无人机 现在年营业额上看千万台币 无论是送货还是喷洒农料 无人机的运用迅速蔓延大陆各个角落 怎解合时这项产业 成为年轻人创业首选 通过影像转化为数据 快速分析电缆破损的程度 第一时间维修人员能精准地 掌握电缆老化的程度 减少高空工作的危险性 为了和市场有所区隔 杨兰找了同样也是无人机爱好者的常友 两位好哥们具有理工科系相关背景 从大学就很爱玩无人机 因此踏出校门后 接下航拍工作赚资金 却没想到把唯一一架价值约台币50万 能飞上高空50公尺的无人机给摔了下来 维基化作转机 除了更努力接case赚资金 也透过许多融资平台 而要找金主 肯定要有吸引市场的产品 两个人开发各种独家专利 跑到深山做实验更是家常便分 如果是人比如说可能就是受了伤 然后倒在一个人难以发现的地方 如果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电子仪器 它肯定是探测不到的 在高山丛林里模拟掉落山谷的情境 眼前这台无人机功用不小 这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搜救的地面控制终端 就是我如果无人机就是探测到人过后 它就会在这个计时系统里面把这个人给显示出来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挂这个盒子 我们就模拟着这个救援的时候所需要的药品或者食物 只好随身携带 如手机大小的侦测面板 在距离无人机两公里的范围内 能透过温度感应生命真相 还能掌握具体位置 两公里范围内 它就能把这个数据马上提取到并捕捉到 然后把咱们现在的地理位置 然后发送给咱们那个搜救的人员 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佩戴者的状况 能缩短搜救的时间 虽然还在实验的阶段 却已经有金主感兴趣 让他们更有信心继续研发各种无人机 根据2016年大陆经济产业报告 2025年大陆无人机的市场总规模 将达到约新台币3600亿元 这两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正搭上无人机的前景叙事待发 各位观众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最后带你快速掌握大陆的热门话题 我们首先来看大陆快递业 目前很发达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这种大批的电动三轮车穿梭期间 但是因此衍生出不少交通问题 北京官方现在就规定 配送货品的三轮车 一律要列管登记 同时车厢要统一 用蓝底白字 要标注快递的字样 另外上海发布了房市新政 首购标准还有首付的比例都提高了 但是仍然交不息 大家买房子的热潮 一处预售屋 开卖不到五个小时 三百多套的房子 全数卖光 还有还记得这个吗 2015年10月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访问英国的时候 由当时的英国首相 卡麦隆 带领前往去喝啤酒的 这家英国酒吧 后来人气忘得不得了 现在传出 这个酒吧已经被大陆 中副集团买下来 未来还要在大陆开分店 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